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议会正式批准通过了所谓的CBAM的法案 那CBAM的这个法案是在整个世界追求净零的这个大转型的过程中 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法案 那这个法案当然会对我们的企业对于商品 因为欧洲是世界的第二大的商品的这个消费的国家 消费的欧盟整个来算一个国家的第二大 一定会对我们的企业或者我们的产品的贸易 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而且会有很多国家会跟进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今天在第一场论坛里面 我们要听听看我们四家龙头企业 他们面对这样世界的大转型中 他们做了什么准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也值得我们今天线上线下的朋友们 大家关注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大转型之中 我们这四家龙头企业 其实他们会是一个教材级的案例 教材级的案例 因为我们这四家的龙头的企业 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地转型成功 对于整个台湾2050达到净零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动力 而且他们不只是自己要做 自己的净零的工作 因为他们影响太大 他们还要带动整个台湾的上下游 整个供应链都一起来转动 所以他们这四家的企业是至关重要 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 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第一场论坛的 大概的进行的程序 首先我要介绍 我就知道待会开始做论坛 这个短讲的顺序 我跟各位介绍 第一位 我们今天有一位女士 三位男士 三位男士达成一个共同的共识 就是让我们女士先上台来先讲 也就是我们宏基的刘静静永续长 第二位是我们中刚的王习清 王总经理 第三位是Google台湾的总经理 谢梁城 谢总经理 谢梁城 谢总经理 第四位是台树的黄亦权 黄副总经理 这四家企业够重要吧 够重量级吧 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挑战特别大 因为他们中间有碳排的 所谓的碳排大户 然后也有使用大量的原物料 在做产品的 还有大量的耗费能源的 他们究竟怎么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们 首先我们第一位 我们请刘静静 刘永续长 好 谢谢执行长 那么执行长也兼具的是媒体人 还有公共行政硕士的身份 带回主持论坛 想必是精彩可期 那么开始呢 刚才提到四位龙头的代表 也会来进行八分钟的短讲 让各位对他们在相关领域的努力 有一些基本了解 首先欢迎的是刘静静永续长 罗执行长 各位地球解放的伙伴大家好 那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么具有活动力 行动力的一个场合 我想我就以鸿基2050静静关键策略 这个架构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从这个架构 由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创新 跟我们的行动 那不管在做永续 或者是做减碳 或者是静静 对企业来讲 都是三个主要的范畴 就是我们自己的营运面 我们落地的产品 跟服务 跟我们的供应链 那讲到我们的营运 营运是一个企业 最直接可以掌控的部分 所以对营运面来讲 如果要做减碳 要做减碳 第一个做法就是一定要节能 想尽办法的节能 节省能源 那第二个部分 我想就是电力的这个 怎么样去过管理 那以电子力来讲 我相信大部分八成以上的企业 会产生碳排的 主要就是来自使用的电力 所以电力如何能够把 原来的用石化燃料产生的电力 转变成干净的能源 使用绿电 这样就可以减低 让这个碳排减少八成以上 我想这个是企业 非常重要的一里路 所以宏记从2008年开始进行碳盘差 2011年我们就开始在欧洲购买绿电 那我们2013年 其实我们开始自建太阳能发电装置 那包括我们台湾的这个渴望园区 德国荷兰西班牙 我们都有自建太阳能发电装置 那我们从2015年 就开始在做整个集团的绿电比例上面 已经都到了连续八年四成以上 原因是宏记很早就观察到 气候议题跟净零这件事情 其实是企业不可回避的责任 那所以我们在2021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统计的数字 我们全集团的绿电比例到45% 然后我们全球有30个国家以上的 营运据点是使用百分之百的绿电 这样子的一个努力 也让我们在2021年 我们就承诺2035年要到RE100 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样一个目标的宣誓 我觉得除了是对外对我们消费者 对我们客户 对利害关系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沟通之外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目标 其实是可以凝聚企业的共识 像刚刚很多来宾也有提到 就是一句话 先讲出来 其实后面相关联的一些策略行动 就可以帮助整个企业 往这个目标迈进 那刚刚第一个讲的是我们的营运面 那对于一个品牌企业 我们的产品跟我们的服务 如何落地 如何去跟消费者跟客户沟通 我们也认为相当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2021年 我们就推出了一个Vero 绿色笔电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这样的一个产品 其实我们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它用了大量的PCR 消费后的再生回舟塑胶料 像这样一台的电脑 我们的外壳上面有高达30%的PCR 键帽有高达50% 那另外它在这个没有涂装的外壳上面 然后再用标准的螺丝去做组装 我们是设计给维修 设计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那包括它的包材是可以再利用的包材 那最后也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不只有这个绿色的要素在里面 其实我们也兼顾这个产品的颜值 这绝对是让大家可以带着出门的一台电脑 那这样的一个2021的第一台的Vero笔电 这样推出之后 我们在2022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Vero 包括我们的桌机 包括我们的显示器 包括我们的周边 这样的也是消费者对于这样绿色产品的一个认同 那在今年其实我们刚好昨天是我们上半年的线上新品发表会 我们发布了第三代新的Vero 这样的一个产品 PCR到40%以上 所以宏基就是想尽办法用企业品牌的力量 带动这样的需求 引领这样再生物料的一个产出 另外一个重点 这刚刚讲的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产品 那另外一个点对于企业来讲 刚刚这个地球解放也一直提醒我们 就是要做创新 那一个企业要有永续经营 它其实就要不停地创新 宏基的创新就是对准了 要解决社会的问题 跟解决环境的问题 我想有一个很短的影片 给各位了解一下 我们在这个做创新上面来讲 我们是怎么做 我们是怎么做 What if we can always make it in time Ateysa, we create solutions to empower the everyday heroes in all of us by applying smart technology to everyday life sometimes a fleeting opportunity is all we have to capture those special moments with that special someone we strive to offer better care to those in need so everyone is free to pursue their dreams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Ateysa has committed to breaking the barriers between people and technology we continue to search for solutions to make tomorrow a greener, better place because we recognize that our work isn't just about technology it's about people we are embarking on a journey to a better tomorrow starting now 宏基的创新是要解决社会跟环境的问题 所以我们主要是对焦了我们的智慧循环跟绿能生活 包括刚刚大家看到的我们有一个智慧充电停车充电柱 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可以侦测使用这个IoT的技术 云端的技术 可以侦测车牌辨识车牌再搭配多元支付 可以行作一个更智能更永续的一个城市 那此外我们在绿能方面我们也有这个AI电动自行车 那还有一个我们在今年的年初在CES展出的酷齐桌 那酷齐桌就是让你一边工作一边产能 就是自己的店自己发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仅顾永续其实也顾健康 那我想这个产品其实也是我们目前询问度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但不论如何宏基的创新其实就是要解决 社会环境的问题也是对准了联合国的这个SDG的目标 那刚刚讲了我们的营运 提到了我们的落地产品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供应链 尤其宏基是一个品牌企业 我们所有的产品跟服务都是透过我们的供应商 到达我们的客户跟消费者的手上 所以到底怎么样建置一个有责任的供应商 有责任的一个供应链 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 其实宏基供应链的管理相当的完整 跟其实有一点小复杂 那我们直接就切入在碳上面我们怎么管理 宏基在这个碳上面管理从盘查 要求供应商做盘查 第三方查证 然后做减量定目标 然后要填付CDP CDP的rating也是我们评估供应商 很重要的一环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有 才2013年开始 就针对供应商的ESG的绩效 作为评比 这样的评比会进入QBR 就是季度业务评审的会议里面 当成商业决策的一部分 除了我们讲的营运产品跟我们的供应链管理 宏基认为真正要深化这个永续的文化 在内部去奠定这样的文化才有成功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2021年内部有一个倡议叫做Project Humanity 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是要深化员工 在内心就认为公司是在做真的 永续是要玩真的 这样的一个Project Humanity 其实从很小的鼓励员工的活动开始 到我们到第二阶段 叫做Every Decision Count 鼓励员工除了自身的永续活动之外 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上如何扩张你的影响力 那其实我刚刚提到的这个Vero筆电 就是在我们第二阶段 在这个包材的设计上 在永续材质的利用上 让员工自发性的提出这个 可以影响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解方 那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们在2021年 我们也想怎么样利用 我们在深化的企业永续文化里面 能够更扩大我们品牌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有一个Earthian这样的一个专案 那Earthian这样的专案 一开始其实也是针对我们的供应链 宏基如何用一个品牌 带着我们的供应链 除了mandatory 一定要做的宏基的规范之外 有没有自愿性的途径 能够让我们提供更好的solution 给我们的客户 所以我们对准了六个任务 从设计端 制造端 到回收绿电使用等等 那我们在去年八月 也有一个在我们Earthian的整个的发表 也就是我们有超过十个国际的品牌的供应商 响应这样Earthian的活动 也让我们整个 包括我们在制成废弃物的减量 包括我们在运送过程不必要的打包袋的取消 所以宏基在整个做减碳这件事 做永续这件事来讲 我们其实是有集团的承诺 我们有员工的投入 我们有供应商的合作 那我们也有消费者的回响 所以在我们一路上的这个努力来讲 我们认为其实唯有合作才能成功 我们认为行动才是解方 那关于Earthian这个活动 我们会想办法能不能扩大它的参与度 然后也欢迎各界有兴趣的伙伴 能够一起参与我们Earthian的活动 然后让我们一起为这个永续 一起为减碳努力 谢谢 好我们掌声谢谢永续长 就所知宏基是台湾非常非常早 就设立永续办公室 跟永续长职务的大型企业 所以我相信永续长在永续办公室 还有永续长这个职位上的一些经验 相信待会儿的语谈可以来继续来进行分享 另外刚才执行长提到龙头7HG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中钢公司了 我们掌声欢迎的是 王锡清总经理也到台上来 杨自行长 我们官总经理 各位产业先进学者专家 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一场论坛 然后呢也跟各位分享我们钢铁或者是中钢的解方 联合国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在上个月提出了AR6 也就是第六版的这个评估报告 然后呢以更惊悚的一些数据说明 气候变迁是越演越烈 然后呢我们可能周边也都可以感受得到 气候灾难呢是到处肆虐 已经是濒临人类可以承受的临界点 然后在两年前吧 比尔盖茲发表了一本书 叫做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 他提出来唯一的solution就是静零碳牌 静零碳 这个呢也是人类最重大 然后呢也是最艰巨的一个挑战 在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产业界也承受到来自于政府 NGO投资机构客户多方面 急剧而且呢非常严苛的节能减碳的一个挑战 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节能减碳的议题 我们深刻的感觉已经不是反保议题 已经是一个经济议题 它攸关到我们是不是能够存活在 国际的供应链的体系里面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严格的去面对它 然后呢怎么样化挑战为机会 好那我就跟各位报告 我们中钢其实自成立以来啊 我们就竭尽所能去做节能减碳的工作 这个呢是我们中钢一贯作业钢厂 它的一个生产流程 我们的原料就是从铁矿开始 各位可以看到经过高炉链铁 转炉链钢 连柱热压冷压 酸洗荼度 一连串的一个制程 我跟各位报告 从头料到产出十天 然后呢都是高温高压的一个制程 所以呢我们从利用各种的一些减碳方略 我们一共有十个方略 然后深入到所有制程的领域里面呢 去推动可行的一些减碳方案 那我们在2011到2020这十年之间呢 我们一共完成了1182项的减碳专案 然后呢减碳的时机呢 有145万吨啊 这个是好几千个什么大安森林的一年的细碳量 那我深刻的感觉 节能减碳呢 这个呢是需要点滴经营啊 可以积小散为大散 而且呢也是我们必须要迈向净零碳排的一个基本功 你这个基本功做得越好 你净零碳排的机会就是越稳固啊 我们一关作业钢厂最核心 也是排碳最大的一个制程 就是高炉链铁高炉 它是高温高压 温度高达2000度C啊 压力呢3.4个大气压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非常厚的钢壳 把它密封起来 所以里面的一些反应是很难掌握的 所以呢我们就导入人工智慧物联网 先进的数位科技 然后呢使得这个高炉呢 就变成可以透视 能够预知易于掌控的制程 使得整个的炉矿 制程变得非常的稳定 也达到了节能减碳的效果 从这个案例呢我深刻的感觉 所谓的人工智慧AI啊 基本上呢就可以帮我们去探明 过去所忽略的一些影响因子 而且呢可以帮我们找到 更精准的因果关系 所以呢可以让我们对制程 有更精准的一个掌握 那我们中刚其实呢已经把AIoT呢 已经应用到所有的制程 能够去复制这样的一个成功经验 好那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呢 只是节能减碳 但是呢面对这个极端气候的 越来越极端啊 节能减碳已经不够了 我跟各位报告 我大概两年前开始 大概每个月都要参加经济部部长的亲自主持的会议 在它的鞭策之下 我们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啦 把我们中刚 我把它叫做短期减碳 中长程分两个阶段 先低碳再零碳 然后我们在2050年迈向碳中和的 所谓的路径规划 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呢我们用了非常多的一个方略 一共十个方略 第二个呢这么多个方略 我到座以后怎么选择 我大概是基于啊 技术的成熟度 成本的有效原则 以及呢能够生产高级钢的一个能力 来选择最后的一个路径 在这里面呢在短期的部分 我们大概是用了两个 目前就可以去落实的一个方略 第一个呢就是多使用再生能源 第二个呢还是节能减碳 但是呢我一定要加大力度 来推动节能减碳的工作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去年两年一共呢完成了 400多项的减碳方案 减碳的幅度达到2.1% 就是有没有想到我刚刚跟各位分享 我们以前一年只有0.65个percent 我现在已经可以提升到2.1个percent了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在比较高的压力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激发出很多的创意 跟激发出很多的一些构想出来的 好那我再接下来跟各位解释 中长城我们呢一共用了八个 还在开发之中前瞻的一些技术 要让我们实现净零碳排 那我刚刚提到排碳最大的就是高炉 炼链 在这里面呢我们用了三个方略 包括了我们原来是用铁矿 我现在呢一部分呢就用已经还原好的还原铁 它在炉子里面就不会有还原还印 所以呢它的排碳就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以前是要喷粉煤到这个炉子里面 它跟铁矿反应就产生二氧化碳 我未来呢我喷氢气进去 它反应了以后就是水啊 就不会污染地球啊 第三个呢我们跟化工厂合作 去推动所谓的钢化联产这个工作 把我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当作是它的原料 透过这种跨产业的合作 也是实践所谓的循环经济 也可以达到减碳的效果 我透过这三个方案 让传统的高炉就变成低碳高炉 最后呢我就是利用所谓的碳谱桌跟封存CCS 把低碳高炉再把它变成零碳高炉 大概就是这几个方案 那也跟各位报告 规划容易啊 实践难啊 这个所谓的解方容易啊 药方要开得出来 哦 难啊 所以呢我们未来要再实现这个碳中和啊 要面对技术 要面对资源 要面对资金三大挑战 那怎么样去面对 一定先要有技术 所以呢我们中刚已经投入 所谓的青人冶金等等的一些研发 以青人冶金而言 我们呢在成大成立一个青人冶炼中心 这里面呢我们一定一共整合了12个学校 25位学者专家还包含了国外 澳洲摩纳许大学的副校长 日本的冶炼专家 然后呢我们未来三年呢 在这个领域就要投入接近4亿的研发金会 那也跟各位报告 那我刚刚讲有8个嘛 8个方案呢我们未来三年一共要投入28亿啊 跟各位报告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方案 其实呢已经有一些落实了 我刚刚跟各位讲的我们在高炉里面添加所谓的还原铁 我们已经经过4次的实验 证明确实有效 利用这个方案可以使我们高炉减碳大概12个percent 好加肺钢 多加肺钢 我想昨天报媒体有报道嘛 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电脑厂 包括Dale HP 都要求我们要增加肺钢的使用量 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把它用到40个percent了 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能够多用肺钢会产生的如乐不足 以及呢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用肺钢又可以练出好的钢的一些技术能力 好那最后做一个结论 那我们中刚呢在今年初也提出一个新的愿景 基本上是有三个重点 一个呢是智慧创新 第二个呢就是绿能减碳 第三个呢我们叫做价值共创 其实这三个展开来 第一个呢就是去做数位转型 第二个呢就是去做低碳转型 第三个呢就是去做供应链的转型 那我们就要去做好一个 刚刚供主委有讲到的以大代小的工作 我们深刻的感觉 现在的竞争绝对不是个别厂商的竞争 而是一个生态体系的竞争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去协助我们的下游的用肛产业 去推动以大代小的工作 所以我们中刚已经成立一个碳管理跟减碳的辅导团 要以一对一手把手的方式 协助我们的客户 去建立碳盘查跟减碳的能力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好 掌声谢谢中光公司的王锡清 总经理 那么再来邀请到台上的呢 是在世界地理事前夕也才刚发布 永续调查报告 是Google Cloud的台湾总经理 谢良辰 谢谢总经理 有请 各位来宾大家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直接进入主题 对 我想第一个 很多人都知道2015年联合国提出来这17项 但是呢 近零是到2050年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可以持续的永续推广 跟你的企业一定的business 要能够align在一起 所以我用Google做一个案例 Google把这些东西融合起来 变成是所谓的六大项 也就是呢 我们本身是一个科技平台厂商 我们要跟我们的business能够align 然后推动 往下推动未来的30年 所以Google在所谓的Data Center Carbon Free Energy 还有就是Segibility的Wallspace 以及Responsibility的Supply Chain 以及呢 就是Enabling的Technology 然后像AI或Machine Learning 还有我们的Device跟Service 这就是Google的核心 所以呢 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做成是 往永续的角度来推 那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企业 你要推永续 你一定要跟你的business align 如果你不跟你的business align 你就会变成是跑马灯 那17项呢 就会变成是 形而上没有实际的效益 那Google到底做了哪一些 我想为什么Google很适合来讲这个 我们在2007年 我们已经完成了碳中和 所以呢 各位来宾应该给我们一点掌声 因为为什么 因为2007年 那个ISO的PAS2060碳中和法规都还没出来 Google就已经完成碳中和 2020年的9月14号 Google把成立到现在 所有的碳全部净零 所以呢2020年的9月15号开始 Google就是一个零碳的企业 但是只这样做不够 所以我说很多东西 其实是在DNA 你是不是已经有了 然后同时我们在2019 也是就是最大的能源采购方等等 那Google在2017年的时候 加入RE100 我们就百分之百 全公司全球使用再生能源 这也是跟很多不太一样的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在讲另外一个就是 Google在2020年 发布了一个就是永续债券 也是全球最大的债券 5.75个Billion美金 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 接下来跟我讲的就会有点关联 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我们以前在做调查的时候 常常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呢 很多台湾企业都是COST 跟就是呢 Polta Innovation做导向 但是这已经是过去式 现在未来到2050年 你所有的竞争力完全是跟碳有关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讲 2026的那个就是欧盟边境关税 但是更近的是2024年 美国的边境关税 现在已经二读通过了 所以一顿碳是55块美金 这个其实是你到美国 其实会变是这个压力会更大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在过去我们的调查报告当中 就是说关于永续 其实呢 大部分都是带来比较正面 以及呢 持正面的态度 对 当然 科技会成为永续实践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这些的数据就供大家参考 今天大家来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也顺便帮Google答一下小小广告 这支是Pixel Pixel 7的手机 这一支的碳排放三年 因为它是百分之百 跟Acer一样 是百分之百的recycled material 这支的碳排放三年是850公克 在Google的官网上面有 但是这个数据呢 我想大家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我跟各位讲 你的一张信用卡 碳排放是900公克 所以科技的improve 带来的是什么 是它是真的实践你 所谓的就是净零转型 然后其实这边就是从研发生产运输等等 其实呢 也呼应政府所提出来的能源转型 产业转型 以及生活转型 那这几个其实是针对 就是说不同的东西 我们所做出来 然后呢 特别在研发的时候 如果你在做的是recycled material 你的碳排放自然就会降低 Google跟iPhone都是一样 iPhone14也是 对 然后Google的永续行动 我想大概主要就是这三块 第一个是引领产业 我们自己以身作则 所以我们呢 在2030我们要做的目标是 7乘24小时的零碳 百分之百再生能源 你要做到零碳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它有天然的一些因素跟因子 所以Google会运用technology 我们自己做 所以我们跟很多企业不太一样 很多企业在想的是节能减碳 我们在做的是怎么把绿能做到极大化 这是Google现在的议题 那当然我们也会协助我们的活作伙伴 就是协助全球500个city跟政府单位 然后呢 希望每年可以减少10亿吨的碳 目前新北市已经加入了台湾 所以这个也是有announce 当然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永续要能够成功 一定是要每一个人都参与 不是只有企业在推广 所以我们希望Google把我们的产品 然后呢就是运用在 让每一个人可以去有influence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Data Center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 就是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使用 当然很多人会讲说我们是科技厂商 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Google一个Data Center最小15公顷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工厂一个size的大小 全球散落在各地 怎么样运行 然后让它可以做到就是零碳 这个是另外一个 那当然我们也帮助了很多的企业 在Build Up有关就是Data Platform 透过Data Platform 帮它来制程还有就是运输上面 找到最佳的路径 然后让它能够做到所谓的节能减碳 那接下来其实呢 Google我们自己本身的产品就像Gmail Gmail全球大概有80万的人口 有30万人口使用 就是Google的就是Gmail Walkspace等等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标榜一件事情 Google希望我们自己有9个产品 超过10亿人口使用 我们希望每一次你在用Google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有罪恶感 会产生碳排 Google已经全部帮你都已经净零 做到零碳足迹 所以这是Google在做的 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 你从生活上开始 都可以再感受到 就是呢每一个人的参与 其实才会达到2050真正的净零 那接下来我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案例 这个是台湾大车队 然后呢就是其实一般各位可以知道 在减碳大家都会讲 就是买电动车 对不对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电动车 但因为电动车的价钱非常高 对不对 你要台湾大车队所有的车子 全部买电动车 答案是不可能 对不对 因为电动车那无奈操 这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还有cost等等 我们怎么样来帮他们做这个 其实呢我们就把客户呢 还有就是乘客分布的位置 各位如果看这个图的话呢 其实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其实乘客跟司机是equal的 数量几乎是equal 但是为什么会塞车 为什么会叫不到车 是因为没有做一些好的一些 technology上的应用 所以我们呢就帮他把 就是呢整个过去的一些数据 以及呢常发生的一些 我们把它铺印起来 加上了IoT 还有就是呢第三方一些资料 把它铺印完 我们帮他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 他可以推估未来15分钟 他的这个车子 还有乘客的落点 透过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热点学习 他的这个准确率 可以提升到96个percent 这是real数据 那另外一个台湾大车队 全台湾有22000台的七人车 他每个月因为这样子 可以节省的时间 其实呢一天节省一个小时 可以节省一个月1851磅的碳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所以Google希望做的是 透过这样子 我们可以帮助到企业 还有就是台湾的社会 做到更先进 更优化 在有限的资源之下 我们可以达到更多 那这个是对于通车的节省时间 一天大概是一个小时 然后每个月继承车司机可以节省 大概是5000块钱的油钱 那最后其实我讲Google在做的就是 以科技驱动我们本身自己实践而永续 同时我们希望科技赋能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永续的活动 谢谢各位 好 掌声谢谢 谢谢总经理也提到的是Google 采取的实际行动 也帮助我们的地球可以更好 那么再来邀请的是 我相信应该是执行长口中的 这个用碳大户 台塑企业作为台湾最大的石化集团 我相信在ESG 但又不可回避的责任 所以这个部分 邀请的就是台塑集团的 黄毅全副总经理 到台上来跟我们分享 台塑的实际作为 杨资讯长 管总经理 还有各位先生大家好 那接下来就是由我来分享 我们台塑企业一些 那个永续发展的一些策略 那主要有六个主题请参考 台塑企业为了达到永续发展 跟地方共存共荣共生的目标 所以有奠立了非常明确的方向跟策略 首先就是要建立中心理念 明确方向跟目标 来达到简单的决心加以实践 并且设立组织架构 由上而下一条边市来全力推动 我们奠定的短中长期的策略 来供各位同仁来积极的推动 那在中短期的部分的话 就是持续推动场内的一些制程改善 循环经济 AI 还有AI模拟跟数位转型 那另外我们也有研发生产绿色产品 还有推动制程端消费端的塑胶循环 像那个宝特品跟一些会以往的回收再利用 那也积极地建置再生能源跟除能设备 我们从去年开始在学校 医院跟厂区里面的行政生活区 前面来装设太阳能 在长期部分的话 我们继续地观置并引进国际一些最精进的一些减碳技术 像氢能氨能等无碳燃料 那也积极在一些学校机关来研理探捕桌 跟碳利用的一些技术 在供应链跟银屋料跟设备采购部分的话 我们也跟供应商来共同研理节能等方式 各公司也研育采取那个科学基础检验目标 也就是SBT这个目前我们有9家上市公司 已经有8家已经有通过了 我们整个企业的话 节能减排新环经济推动指示 是在2006年就开始成立的 那这部分的话是由我们那个总裁 亲人召集人 四大公司的董事长一同参与 定期来开会检讨 整体是由上而下一条边市的前列推动 我们在麦聊延期的话 是由总裁每两个位会亲自一个 主持着节能减排的新环经济的一个 推动的情形检讨 好的案例的话会推动到其他的场内 去做案例的那个延伸 在2020年开始把整个组织扣到为 整个ESG的推动组织 本来是只有安慰环 还有节能减碳外 有新增 产销 财务 人事等级等 那这部分来统筹前企业的 ESG的工作推动 各公司也成立ESG的推动组织 那这部分的话是由董事长 做一个最高召集人 整个台售企业的话是 在2007年是整个企业的碳排的最高红额 大概是在6148万吨 在我们同仁努力之下的 虽然产量一直在上升 但是到2020年已经降到5183万吨 减量差不多960万吨 我们是用2007年碳达航当成我们的基准年 所以我们有设定短中期的目标 短期在2025年的话是要减碳20% 中期的话是到2030年的话减碳30% 我们也对外已经有宣誓说 我们2050年要达到碳中海的目标 这是我们整个前企业碳排的一个期视图 请参考 我们各公司是从2005年就开始 委托那个第三方公正单位来做那个碳盘查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历年来的 各公司的一个碳排的情形 我们为了要达到U值 各公司也有设定那个2025 2030跟2025年的各个碳排的数据出来 目前我们到2025年的话 是要减碳差不多要200 依照我们的目标的话是要减碳265万吨 那这部分的话 目前是我们大概都已经有方案 而且我们有一套电脑制度在管控 那最主要的有几个就是 燃煤的话朝低碳跟零碳这个部分 大概可以减32万吨 另外在生能源部分的话可以9万吨左右 另外在一些厂内制程的话 有一些有高浓度的CO2的话 我们会导演到其他公司 或者其他厂器当产品 可以减碳差不多29万吨 这个是各公司短期的一些零细的话请参考 另外我们到2030年的话 还要减碳922万吨 那这部分的话 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的麦了气垫的话 它本来是那个煤炭要转成天然气 这部分的话我们的房屏已经通过了 如果顺利的话 到今年启动的话是2028年的话会商转 要达到2050年碳中和目前看起来技术上面还是有一些困难度 那这部分的话应该是要有一些像轻能或者CCUS这部分技术如果能再提升的话 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些那个成本高 而且在营用的话还是会有一些碳的一些消耗 所以这部分还是要靠长期的话还是要靠一些新技术的开发 我们企业是延续两位创办员的精神 经营团队气而不舍 创新突破才能维持稳健的经营 那整体的话 刚刚讲的一些成果不是一处可及的 大概有几个阶段我大概说明一下 那我们是从1993年就开始推动5S了 那这部分的话5S的是整理整顿清扫清洁跟素养 1999年开始就是推动三点不漏 也就是在厂区里面不漏气不漏水跟不漏油 那这部分来达到友善环境跟增加雨水回收的目的 2006年的话开始推动节能减排 2016年开始我们就推动新环境记了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医到盐物料水支援能源跟灰气物等 四大变性来做跨厂区跟跨公司的一些整合 那我们麦料盐气的话一滴水现在目前可以循环使用到12.7次 2017年我们有监助中研友3000万元来协助他们成立人工智慧学校 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推动AI 我们未来的目标是AI的消息是每年要达到200到300亿元 我们那个总裁是在2020年9月20日有先是说 我们正式全力来推动数位转型 刚刚讲的我们企业在卖了有60几个厂 每个厂都要有一张这个图来整体来了解他们整个厂内的一些 盐物料水循环跟那个灰气物还有能源循环的一些情况 把一些灰气的东西尽量整合到其他厂或者是要去做循环利用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些那个用水用气的一些那个七色特请参考 我们目前的话各公司都有利案管制的一些解水解冷的一些案子 都有利案管制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都有在管控 我们刚刚一直在参加国际的一些平等 像CDP的话我们在那个气候边圈的话 我们全部的公司都是在领导级的 水节路的话也都在领导级的 另外TCH5D的报告是我们目前都有公告 另外在参加SBT组织的话 除了那个说话是还没有办法申请以外 其他八家公司上市公司都已经有通过审核 最后就是用我们那个总裁给我们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推动节能减排新环经济最大的受力者就是我们自己 这部分从颜料的减量从能源的使用 从产品的安全从员工社区基本的环境保障中 创造出有型跟无型的收益 那这部分也间接照顾社会 照顾附近地区的繁荣 节能减排是一条7月永续发展并进入 谢谢大家 好 掌声谢谢黄副总经理 除了是刚才在八分钟的时间提到的是台塑集团的实际作为之外 也展现的是近年来积极和社会对话 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相当值得肯定 那么接下来就是15分钟的论坛时间 这个部分待会也邀请的是我们愿景工程基金会的罗执行长 待会要再度回到台上来 那么愿景工程基金会 其实是台湾第一个结合新闻报导 还有倡议行动的公益基金会 那么罗执行长 他兼具的是新闻人的身份 那么也是南加拿大的公共行政硕士 所以我相信由他来主持这一场论坛是相当的适合 那么要提到的是四位的龙头业者也再度回到台上来进行交流 以及分享 我们再度欢迎的是黄副总以及王总经理 还有刘永续长以及谢总经理也再度回到台上 我们掌声欢迎这几位 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执行长来主持这一场论坛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但是我想要简单的为各位大概做一点 刚才四位短奖的这个总结 刚才我们看到 譬如说中刚跟台树这两家这么大的 台湾龙头等级的这个制造业 怎么样开始在用AI 然后跟静零 就是等于数位转型 跟这个静零转型两个合在一起 所做的努力很不容易 再来我们Google跟宏基这两位 有一些特别的感受 因为我们都是他的消费者 首先 我因为我听到我朋友讲说 ASA那个酷漆桌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自己用的店自己发 这个可见受到了欢迎 Google 我现在 以后再用Google查资料 或是收信 我就更没有罪恶感 谢谢四位 我想我们接下来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四位都是这么大型的企业 那大型的企业在面临转型 不管是静零转型 甚至加上数位的转型上 大家都说大象转身是很困难的 可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其实大象跳舞可以是很优雅的 那我们这四只大象 怎么样在转型或者学会跳舞 那内部的资源的整合是很重要的 那是不是我们听听看四位的高见 我们还是从 李永续长那边开始好吗 好 好 谢谢 就是如何要优雅的转身 那 第一个就是 鸿基其实算是做得比较早 由于我们是品牌企业 在国内的企业 我们08年就成立了 永续的专责单位 在统合 在这个永续的议题上面 在内部做协调 在促进该做什么样的单位 该做什么样的事 那我想还是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我觉得要推动永续 推动减碳 一定要有一个治理单位 那对于像鸿基来讲 最高的治理单位 其实就是我们的永续委员会 那永续委员会是由 我们的执行长跟董事长是主席 参与的这些同仁都是一阶主管 永续第一步一定是top down 那由上而下定立非常清楚 然后有野心的目标 我觉得接下去才会慢慢的运行 所以第一个是永续的治理机构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有野心的目标 包括我们的R100 包括我们的禁令的这个策略 那所以很多朋友也都一直提到 就是要先讲出那一个承诺 下面其实整个公司 就会形作这个共识 一起往这个方向迈进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要各司其职 就是永续的问题 简碳的问题 其实相当的复杂且多元 像我们刚刚提到在禁令上面 我们有组织的目标 我们有产品也要做 我们的供应商也要进行管理 所以这其实不会是一两个单位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如何去协调 如何让各个部门都发挥它的角色 我觉得是相当的重要 是 好 谢谢 要从这个领导阶层的commitment开始 这是top down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接着我们是不是 请中刚的王总经理 是 那个我想策略的实践 一个是前面的规划 后面的组织能力是一个关键 所以组织能力呢 我大概可以跟各位分享几个要素 第一个如同刚刚所讲的 一定是要有高层的支持啊 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禁令碳牌 这么艰难的挑战 我们大概在两年前 由总董事长亲自主政啊 在董事会的层级底下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公司治理 及永续委员会 在这底下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这个我们叫做节能减碳 跟碳中和的工作小组 所以这个组织 一定要架构起来 那第二个呢 这个组织 要怎么样跨单位 跨部门有效的运作 让我想到的 就是柯林斯去年发表了一个新书 很久卓越的修炼 他强调要有纪律啊 所以呢怎么样有纪律的 这个组织的运作 有纪律的去做一些深入的思考 有纪律的规划 以及有纪律的执行 这个是第二个成功要素 但是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很久的工作 你怎么样去维持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纪律的永续性啊 让我想到的是热情啊 专注啦 那热情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价值的认同啊 各位想想 我们做这个禁灵碳牌 是为了我们公司的永续 为了人类文明的永续 这个是多大的使命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 从这个地方呢 也是可以激发出 我们投入这个工作 持续有纪律的去推动的 一个热情 谢谢王总经理 热情 组织 纪律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们 是很有启发的 另外就是价值 大家认同一个新的价值 好 我们再来 接下来我们请 我们的Google的谢总经理 我大概简单分三段 第一个是呢 我先用一个real case 跟大家就是简单讲一下 就是碳牌前十大 台湾的企业 因为我们进到欧美 我们大概是占我们的销售 大概是全台湾28个percent 然后前十大的这个企业里面 其中某一家 我们帮他做了一个 董事会一个报告 就是说如果按照台湾的碳费 一百块钱的话呢 跟到就是欧盟跟美国的这个数据 大概他一年要缴的这个钱 大概是从十亿到一百亿 这个range 就是光碳费跟碳水 这个东西其实就已经是全球 已经是规范了 你有办法转嫁出去是你本事 如果你没办法转嫁给客户的话 你就是要自己吸收 所以呢 这个东西我们去报完董事会之后呢 董事会非常快速的就决议 马上要成立就是ESG的这个小组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牵扯到企业能不能够 survive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就是当每一个趋势 潮流在开始在做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新的职务产生 那2000年以前 资讯的蓬勃发展Y2K的时候 就有了一个名词叫资讯长CIO 现在有永续长 所以永续 其实是需要在每一个企业里面 落实要有这个单位 他才有办法做 那第三个 我给各位企业的一个建议是这样 因为这个东西 是从现在开始推到2050 你一定要做到数据化跟数位化 Otherwise 你所有的东西 如果你都是用paper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那只是行而上 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improvement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请我们台数的 黄副总经理 刚刚那个 洪基跟那个 仲刚也大概 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 其实 这种简碳新闻经济要做得好 它是领导者 领导者的决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领导者 对这个有决心 那 他有奠定一些很明确的方向跟目标 所以我们的同仁就 大概能 能清楚 遵照一些方式 而且 这部分的话 我们是有定期在开会 所以 现场同仁有时候也会担心说 提出来的绩效不好的话 那个 那个主管会不会 比较难堪 所以其实如果明确目标定好之后 而且我们 整个 一条心就是来 另外最主要 我们是有成立一个节能减碳的一个小组 那这部分 这个小组成员就是 里面用水用气用电的专家到各场去辅导 让各场去评估他们出来的 是不是有 那个效率都是 是不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最好的 我们会用 案例告诉他们 哪一个场有什么东西 可能会比较好 让他们来改善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还是认为 领导者 真的要解决大家 才会 那个同心的去做 好 综合刚才上面四位的我们的讲者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现在的企业 还在犹豫要不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想第一个 刚才我们Google的谢总讲到了 现在整个的这个碳费 是将来把它内部化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是 把它外部化了之后 我们很多排碳污染 我们是没有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自己这本帐里面 但是以后内部化 内部化之后 你就非做不可 那非做不可 如果要做的话 势必要从高层的领导者 做出承诺 然后建立组织 全力推动 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目前 可能还在这边犹豫 我要到底怎么做 我高层对这个事情的认同信念到哪里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谢谢四位 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个题目 也是要请我们四位分别来 为我们提出他们的解方 台湾的中小企业 是大概占整个产业结构 超过九成很多 那现在中小企业 面对整个净零转型 其实他们是最焦虑的 所谓有碳焦率 碳焦率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譬如说中刚 我们已经开始在大代小 大代小 在这个大代小的过程之中 要请各位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 让这一些 可能上千上百家的供应链的厂商 它能够在有限的资源中 能够做出一些 一些在净零上面的一些努力 我们怎么协助他们 我们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 先从台数这边开始好不好 目前的话 其实我们整个企业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垂直链的 从上中下有大概都有 所以除了从原油那部分进来以外 剩下大部分我们是垂直链 所以第一个我们企业就是 全力来推动就是上架 那个因为瘦化台瘦台化 整体的上下有关系 所以这部分的话 目前大概是这种做法 另外我们现在是 跟引领县政府那边合同 就是一些那个办理一些论坛 就是把我们整个企业一些 推动的一些做法跟方式的话 透过论坛的方式 邀请那个相关的产业 或者是那个工业区的一些 那个引领的一些工业区来参加 那目前引领县政府 也有是不是我们的节能减碳服务团 是不是也可以到工业区里面去协助 辅导 让工业区的厂商能了解 最后一个部分 是我们目前比较偏向是 例册采购部分 价格如果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它有例册产品认证的话 我们会优先来做请购 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的做法 好 谢谢 我们Google 谢总经理 我觉得中好企业呢 不需要碳焦虑 为什么 因为呢 几个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 全球现在有关于碳税跟碳关税 还有碳费这些议题 99.9%是落在scope1跟scope2 也就是范畴1跟范畴2 然后范畴3呢 其实呢 我觉得啊 在未来2030到2040年 才会是主轴 但是呢 在现在 你面对2030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可以先把自己的scope1 范畴1跟范畴2 先做一个很明确的define跟清楚 完了之后你可以做 像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绿色的资料中心 或者说是就是 买归到cloud上面 这可能是一种 另外还有一个是 怎么样让你的就是产业 做适度的转型 因为以前我们很多的就是碳排放 比方说你有自己有车 对不对 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是要把它结合出去 把你的车队 就是呢 要out sourcing给人家 这也是一种 就是所谓的产业转型 生活转型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做好企业 应该在这几年 先focus在自己 本身的scope1跟scope2 接下来在2030之後 你才有办法 你要先做到数位化 你才有办法 跟你的ecosystem 上下游去做对接 你才有办法 把你的范畴3 做适度的调整 因为其实ESG 它其实讲白一点 其实就是一个全球最大的 一个ecosystem 大家都是在run在这个里面 只是不同的产业别 可能会有不同的neach的点 但是我觉得其实 中好企业真正要做的 应该是先从落实自己的 范畴一范畴二 对 因为这在2030年之前 是没有penalty 是有penalty 对 谢谢 好谢谢这个谢总讲这话 我觉得很多人会松一口气 很多人不敢开始做 也想到范畴一到范畴三 不得了 我知道不知道从何着手 如果从范畴一范畴 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我觉得相对要容易得多 谢谢 好我们来请中刚的王总经理 中刚在做ESG 除了自己要做好之外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向上要求 供应链 我们要要求他做好ESG 向下辅导 辅导我们的下游客户做好ESG 然后以这个近零碳排而言 大概我认为是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来推动 那我想大家都晓得彼得杜拉克的名言 You can't manage what you can't measure 所以一定要从量测开始 那对于碳管理的量测是什么 就是碳盘查 碳盘查 所以碳盘查是我们面对C-BAN 面对碳肺 面对客户以后要求你给他碳足迹的一个基本要求 碳盘查也是让我们了解 我们制程里面排碳热点在哪里 你盘查了以后 你就晓得要从哪里切入去做减碳的工作 所以第一个碳盘查 第二个减碳 找到排碳的热点 另外我也想跟各位分享 其实台湾的产业的竞争力在哪 在制造 我们制造的优势在哪 有非常强的产业聚落 所以我们也在想 我们怎么样再加入这个产业聚落 新的竞争的元素 让他们这个产业的聚落的竞争的要素 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 我觉得就是数位转型 然后这个聚落怎么去做数位转型 我们中刚的做法就是要去建构所谓的产业云 扩建云 手工进云 用云的加持 来提升他们所谓的跨场协作 分工的运作的效率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台湾未来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以上 好 谢谢 非常棒的这个一个方向 我们刘晶晶 刘一文学长 好 我就用我们的经验 其实我刚刚已经稍微有分享 就是宏基是一个品牌 所以我们一直把建制一个负责任的供应链 当成我们自己应该要做的义务 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非常清楚的跟供应商沟通 我们到底期待你要做到什么事 所以我们从08年开始整合性的管理永续议题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我们就带着供应商一起做 那在减碳这个议题上 宏基的供应商在2008年就要开始做碳盘差 就要做这个碳减量 做回复CDP的问卷 那这时候我们要的 就是你要求供应商你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那由于我们打的是国际杯 所以我们开始就是带着供应商用国际的标准 从14064、14067到CDP 就是一个国际标准的要求 所以让厂商非常清楚地知道你到底要什么 或许他们第一年第二年还没有办法迎头赶上 我们也是跟这个其他的几个企业一样 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辅导的机制 那另外的话我们在宣布了五年之后 我们开始打ESG的评分卡 就是让你知道你到底跟你的同裁的其他的企业 你是比较好还是比较差 有纪律地去做这件事情 让吊队的供应商能够跟上 这个是我想我们在宏基在做供应链管理很重要的手法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除了一方面要求他一定要到达宏基的标准 那第二个的是我们有透过我们一些倡议 刚刚有提到的Earthian的专案 就是供应商如果他有在要求之外 也想多做一些事情 跟我们的产品跟服务做结合的时候 宏基给你这个平台 所以我们希望用宏基品牌的力量 带动整个供应链 能够提供更多的解方 跟更多的方式给我们的消费者 跟我们的这个客户能够去参考 以上 谢谢 谢谢 综合我们以上四位的这个他们的分享 我想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觉得说 我们做环保什么淨灘种树 其实在过去都有一点道德的味道 或者是PR 公关形象的这个味道 但是我们从四位的分享可以看出 今后做永续 它其实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产业的竞争力 甚至是生存力 所以大家不要再犹豫了 如果还在那边考虑要不要做的 不要犹豫了 这个事情是非做不可的 整个社会都在进行一个剧烈的转型 每个人都在其中 我们谁也跑不掉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它掌握 让他让这个也许有很多重要 其实现在是危机 但是加入了之后就是你无限的机会 好 谢谢四位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掌声谢谢主持人 还有四位来自企业的高层 那么罗执行长刚才的结论也提到了 这个已经不是要或不要的问题了 是不加入有可能就会落后 甚至被淘汰 那么邀请五位在台上一起来一张大合照 好吗 先在台上留步一下 好 也拿着我们的手举牌 在非常精彩的分享之后呢 我们一起拿着手举牌 然后五位一起来合照 也替今天的场合留下纪念 好 我们稍等一下喔 好 一起看一下正前方 来 保持微笑 好 谢谢 台阶 3 1 3 1 3 3 5